这是什么东西啊 啊 这 这是什么地方啊 我好像是被吸进玉林池水底 嗯 这是什么 为什么这个火焰的颜色五彩斑蓝的 你以后就在这里修炼 在池水下面有一团神火 能够加速能够修炼 想起来了 原来这个就是神火 这就是玉林池修炼速度快的原因吗 我能感受到我的魂力正在急速增加 为什么这团火是这么熟悉 斗罗大陆将会出现前所未有的危机 邪恶会充满整个斗罗大陆 那怎么办 我们神界是不能干预人人世界的 既然这样 我们只能这样做了 可是我们的孩子还那么小 就要见不起这么大的责任呢 作为神王的孩子 他从出生起 使命就已经在尖头了 相信他吧 我知道了 放心吧 我就给他找好了武魂 这样一路过来 成神是没有问题的 刚刚我的脑海里出现的是什么 什么神王 什么神秘 还有 武魂是什么意思 怎么回事 为什么我控制不住我自己 这团火 究竟是怎么回事 感觉正在不断地犹如我的身体 为什么 感觉不到任何主热感 相反 很亲切 有 吓人的感觉 这 这团火被我吸收了 怎么会这样 不行 现在得抓紧炼花这团火 这股能量太强了 怎么回事 为什么地震了 难道 出了什么事 这 这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 雨淋池一点魂力波动都没有 难道 地下的神火消失了 不能啊 不管是我 还是其他十万年魂兽 都曾经试过电话神火 我们都无法靠近他 就被他直接弹飞 那怎么回事 我们下去看看 嗯 这小子怎么在这里 神火呢 神火什么不见呢 肯定是这个小子 把神火吸收了 可恶的人类 那可是我们魂兽的宝物 别激动别激动 你们没感觉到什么吗 好像在他身边 我们修炼的速度更快了 没错 就是这样 我们都无法吸收神火 而他却轻而易举 说不定 就是他的东西 那我们真的要拱手将让吗 这神火对我们魂兽来说 实在是太重要了 或许有两全的办法 等他醒来吧 感觉身体里的魂力更加有质感了 嗯 熊君 你们怎么在这里 怎么在这 还不得问你 为什么神火会被你吸收 我也不知道 当初就直接被吸进来了 然后我就碰了一下它 它就唰的一下 钻进我的身体里了 谁信呢 看看这话说的 啊 就往你身上钻 你怎么那么不要脸呢 哎 别这么说 我看它不像是说谎的样子 是这样的 我们依靠这神火修炼 这个对我们魂兽来说很重要 我明白你们的担忧 放心吧 我能将一部分的魂力 注入到玉林池中 能量消化殆尽 我再来注入 原来这样 那我们也就放心了 没想到这股神火如此强大 一个月的吸收 我竟然直接从魂肾 直接突破到方号斗罗了 看来能替小玉的母亲报仇了 火王 我们还有个账没算 呵呵 小子 好大的口气 别以为你去说的神火 就有了和我叫嚣的人力 不试试怎么知道不行 要打出去打 等一下 一会儿的玉林池 小子 我们读点什么吧 正合我意 你要是能打败我 我主动献祭 做你的魂魂 那我要是没打败你呢 你的命 就是我的 好 答应得这么爽快 那就让我看看你的实力吧 白虎咆哮 第一文记 金龙之体 第一文记 金龙百炼 你居然有如此强大的黄御魂剑 如同雾雅 你居然直接突破了冬号斗罗了 这怎么可能 有什么不可能的 第九魂剑 从卷雨来云这日 九龙云霄震天雷 不好 这一季的威力太强了 下集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观看